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開箱 那學長的影片會在每週四更新 金米咖啡相關知識以及器材 所以如果你對金米咖啡有興趣的話 歡迎按下訂閱以及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每週推播囉 那我們現在開箱的東西是 摩卡壺的配件 如果各位有玩過摩卡壺 或是摩卡壺老玩家的話 會不會覺得 摩卡壺好像都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玩對不對 因為畢竟它實在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東西 然後現在它的系統其實也蠻完整的 但是我們台灣人就是厲害 喜歡玩一些別人不玩的 所以我們今天要介紹的就是這個 這個是摩卡壺的裡面的粉杯的延伸的配件 它是一個台灣的自主研發 叫Cave Mac 它所設計的 那這東西它的目的性是為了讓 摩卡壺的一些苦焦苦味能夠降低 然後口感更滑順甜質更漂亮 好 蠻有趣的 那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Bialetti大的 這是Bialetti小的 我今天會用小的來做示範 那我們來看一下原本它的裡面 就是會有一個這個 這是傳統的經典款 對不對 Bialetti的八角壺 它裡面的粉杯 OK 那它就是把它改成了這樣子的東西 那大的也是一樣的 然後大的就長一點點 它有做大的版本跟小的版本 這個是大的就可以 它就把它改成了這個 好沒關係我們待會就用小的做示範 原理是一樣的 我們先來了解一下它的創作理念 原本的摩卡壺呢 它在裡面是放粉 然後裡面是這個 底下的水槽是放水 冷水熱水其實都可以 但當我的水裡面一直加熱 然後它裡面壓力就要越來越大後 然後壓力到了一個程度的時候 就會讓我的水從這個位置往上走 然後裡面咖啡粉碰到水了以後 就會開始進行萃取 然後最後從摩卡壺的下半部這邊 經過這個濾網之後往上沖 最後從摩卡壺的上面噴出來 所以它的邏輯很簡單 就是一個從下往上的一個過程 那就完成了同時萃取跟過濾的動作 其實非常的聰明 OK 但是呢 這個咖啡這家公司呢 它就可能覺得 我希望可以讓我的這個萃取的過程 更短一點點 因為它這個過程從冷水一直加溫到 可以足夠壓力 可以讓我的水經過這個粉潮的時間 它就會比較長 所以它覺得說 我可不可以設計到說 用一個方式讓我這個過程不要過長 OK 所以它就用了什麼樣的概念呢 就是這下面 這下面 它裡面塞了一個小鋼珠 就像是一個開關 所以這個開關必須有一定的壓力 它才會把它頂開 不頂開之前 水是過不去的 所以我覺得裡面一樣 一樣是加壓 但是在加壓的過程中 它不會有少許的水 先進去 那你的咖啡粉 就不會有這麼長的萃取時間 而是一頂開以後 代表裡面的壓力就夠了 已經很強的壓力了 它才會直接一口氣的經過我的粉塵 並且完成萃取 OK 所以就是一個拒壓的功能 先把壓力控制住 壓力到達之前 一滴水都不能上來 但壓力到了以後 壓力現在很大了 我們趕快過去我的粉潮 就可以減少萃取的時間 所以其實就是一個這樣的設計 但是確實我測試起來 我覺得中間那個等待的值 確實是不錯 因為學校蠻喜歡做比較精準的時間測試 有了這個法以後 我們可以蠻精準的控制它上去的時間 比較不會有中間 不知道這時候是等30秒還是1分鐘 那個一個比較灰色的地帶 所以我覺得對於科學控制來說 是挺有幫助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是蠻好的 那另外一個我覺得不錯的概念就是 它在這個粉杯的外側抱了一層有點厚度的矽膠 這是矽膠 所以它是安全的啦 很耐高溫 但是為什麼有放這個矽膠呢 因為說我們粉其實在我的粉杯裡面 如果我沒有這個矽膠的話 其實我的熱度 熱源會直接傳達到這個 藉由這個金屬直接去接觸到我的咖啡粉 那這個也有可能會讓局部 因為只有最外圍跟比較下面 碰到金屬的部分會比較接觸到熱源 會局部會有先萃取的狀況 那先萃取它的整個萃取狀況就會比較快 那當然如果正中間這個沒有接觸到熱源的地方 它本身沒有接觸萃取 那有可能是正中間萃取不足外圍正常 或者是如果你摸得比較細是外圍萃取過度 中間萃取不足 就導致可能會有萃取不均的現象 就是因為這是跟熱源有關係 所以它會覺得這個問題就外面綁了一個 很厚的矽膠 就盡量讓我們在煮的過程之中 我的咖啡粉是不會有局部碰觸到水 然後導致於比較明顯的升溫的現象 我覺得確實也是蠻有道理的 就是說可以這些就是很簡單的物理的一些 操作的手法 確實挺符合我們煮咖啡的一些 我們會去規避會去閃躲的一些可能發生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邏輯簡單 那它本身是一個工具 它本身也沒有說一定要用比較細的研磨 或是比較粗的研磨 這其實也是符合可以根據你平常的使用習慣 因為每個人使用習慣不一樣 它還是中性的 但是我覺得它確實提供了一個不錯的思考點 讓如果用這樣的道具 有沒有可能讓我的魔法 我變得更科學一點更精準一點 OK 好原理說到這邊 我們就直接來煮一次給大家看 那學長的比例是原則上我們的水 要不要超過我們的蟹壓法 所以學長是用100克的水 然後我是用冷水 OK 我是用冷水 其實冷水熱水都可以 那熱水就是要小心不要被燙傷 100克左右 OK 然後豆子我是用18克 最多可以到20克 這個粉杯我自己測大概最多可以到20克 然後可以先把它放進去 然後它有一個要把它對到正中間 然後大概是18克 然後我用的研磨度 大約是假設是小負四好了 大概是在3.5左右 比一般的魔卡糊再粗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其實粗細呢 這個器材本身沒有一定要粗或是細的 它其實都是可以的 那就是你自己要測試一下它的那個 它的粉水筆的最後的結果 所以我個人覺得它本來就很中性 沒有一定的標準答案 就跟傳統上魔卡糊當然是用比較 比較細的粉 但是其實現在也是比較自由一點 大家也沒有一定要不要 好 18克 差不多是快滿杯了 當然我認真塞可以燒到20克 但我覺得18克就可以了 OK 好 18克 好 我們稍微整理一下 也不用特別壓啦 你要壓一下也行 其實它是很自由的 跟很多現在魔卡糊的觀念 已經跟以前不太一樣了 有很多種玩法 沒有一定規定要怎麼樣 它也就像是手沖一樣 也有很多的流派 OK 再來稍微整理一下 這樣子就可以了 然後轉的時候呢 我們一定要轉緊 因為它待會壓力呢 是有點鋸壓的 所以稍微把它轉緊一點沒關係 然後就開始加溫了 學長要特別提醒大家一點 就是如果呢 你很想要看的話呢 也可以看 就是可以開蓋子 但是因為它的壓力呢 會比平常的再大一點點 所以建議呢 如果它一旦開始噴出咖啡汁的時候 一定要趕快蓋蓋子 因為它到了最後面的時候壓力會有一點大 所以它有一點點會噴的很用力 會噴比較遠 所以會有一點點危險性 那如果你其實根本平常日常生活中 你也沒有要看的話 其實直接蓋蓋子是最安全的 你就不會有噴出來的問題 因為它有鋸壓現象 所以它壓力是比較強的 那我們就待會先看開蓋子 然後我就會示範給大家看 一旦它一直冒了 你就不要惡話不說 就直接蓋蓋子 這樣是最安全的 你不要一直看著一直看著 它會噴出來 會有一點點安全性 所以要特別注意一下 那有些人會問說 那Biality是不是有出那種加壓法 上面有一個帽子的那種款式 跟這個有什麼差別 其實那種加壓的款式呢 它是把壓力的那個閥門放在最上面 等於說我的咖啡粉還是泡在我的熱水裡面 只是說這個泡的過程之中 我不讓它出來 所以它的浸泡時間會拉得更長 所以它一旦過了那個壓力值的時候 它就會直接噴出 所以你會覺得好像很濃 然後油脂很多 但是也因為這樣 它的整體萃取時間 是比一般的這種經典款還要再長的 所以那種加壓跟我們現在手上用的這個加壓 它的概念反而是完全相反的 一個是還沒有萃取之前 我不讓你碰到咖啡粉 那另外一個部分是 我讓你萃取之後 我不讓你出來 我要讓你更增加它的萃取的時間 所以兩個觀念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當然如果你喜歡喝濃郁很強的 不怕苦味的 你是可以用那個Bia Leti戴帽子的 那如果你想要的是乾淨度 喜歡有點類似 一點點類似手沖 當然不會是 它絕對不會是手沖 因為它還酷的卡 所以它的概念上面 跟手沖接近一點點 然後苦澀味比較少的 乾淨度比較高的 油脂感比較少的 這個器材可能會符合你的想要 當然有時候有一個器材 有一個新的小配件 讓你可以享受不同的風味 是一件幸福的事 所以如果你喜歡這個傳統的味道也可以 那如果你想要補這個配件 去試試看不同的風格 其實我覺得也是非常棒的 好 其實水溫 從冷水來煮的時間會比較長 但是差不多開始出來了 開始準備要蒸氣到了 關起來就好了 然後就可以準備稍微等一下下 聽一下聲音 等到它差不多噴出來 噴完以後就可以關了 可以看到 這個過程其實是很短的 其實是蠻短的 出來聲音出現了 就代表它一直噴了 好咕嚕咕嚕咕嚕 好可以關機了 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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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嚕 這樣代表說我的水已經噴完了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關機了 好 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我下面有一點熱 把它拿起來 可以看到整個煙都冒起來了 好拿一個墊子 好可以看一下 完成 對不對 其實跟傳統魔卡壺的整個工序上面 是沒有太大問題的 好 但是特別要注意喔 這個可是非常非常的 熱 而且非常非常的濃 OK 所以我剛剛是用18克的豆子 然後配100cc的水 所以我的水粉筆 大概是1比5左右 所以它一定是很濃很濃的 所以正常來說 你一定要補水 不要傻傻的把它直接喝 你直接喝也可以啦 就會超級濃嘛 但是濃跟乾淨度 其實它是兩個 不互相矛盾的概念 就是你喝你可能會覺得濃 但是可能乾淨不苦澀 也是舒服的 但是學長還是更鼓勵大家 還是調到你喜歡的濃淡度 是更好的 稍微用一下磅秤 去做一下實驗 去了解一下說 我們怎麼配水 可能會更好 好 我們剛才是1比5左右 所以正常來說 我全部倒出來 大概是75左右 對不對 75左右 那正常來說 如果我是18克 如果你用手沖的濃淡度的話 18克我大概要加270克的總水量 所以剛剛加100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就加170的水 它的濃淡度 就會跟手沖差不多 170的水 但是我個人建議 我個人的喜好 就是既然喝摩卡 我們還是要喝一點濃度 跟手沖不一樣才好玩 對 所以剛剛加170的水 可以考慮加100 100左右的水 或者是120、30都沒關係 我先加個120好了 120的水分比大概1比10左右 其實就已經比手沖濃蠻多的 可以表現一下摩卡壺的個人特色 好可以看到 這次大概100加120左右 我們來喝喝看 很好喝耶 有摩卡壺那種濃度 稠度 因為我也沒有過濾 所以它一點點那種 微微有一點微微細粉 但是整個濃稠度很舒服 然後巧克力掉 然後它是真的沒有膠苦味 而且酸甜質是相當的明顯 那我們以前都會覺得說 摩卡壺好像比較 做酸質比較吃虧 但有用這樣的設備 其實我們可以比較巧妙的 控制它的粉水去做時間的話 其實要做出酸質甜質 是蠻簡單的 當然中間你可以多試一下 反正很好玩嘛 有時候做咖啡就是 有一個愉快的把玩過程 那這樣喝起來呢 尾巴真的苦澀味 幾乎不存在 然後它可以讓摩卡壺 有一些它先天的特性被改變 OK那你就可以有更多的把玩空間 那如果你覺得還濃的話呢 你可以考慮再把它再補一點水 或者是剛剛是不是很滾燙的 1比5左右的咖啡液嘛對不對 你直接套冰塊 跟大家講很好喝 而且那個濃淡度呢 是完完全全沒有問題 可以套很多冰塊 套下去一樣 又濃又香 而且呢不會有苦澀味 而且不會水的問題 是不是其實也摩卡壺 也是滿好玩的呢 OK好 那我們以上呢開箱就說到這邊為止 如果大家對這個器材有興趣的話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